光閃閃國師唐啟陽 國民男神柯震東 堂堂正正CP 日前度下金鐘掌殊榮的 國師唐啟陽與柯震東 組成雙金CP出席記者會 國師更透露早在頒獎前 就有預感柯震東會拿假 我說你上升在哪裡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滿有機會得的 我當時覺得只是客套話一樣 你是不是對國師說這種話 因為想說第一次合作 想說切錢這麼客套這樣 但後來發現雖然是真的 以為我在鼓勵他 超神卷預言柯震東拿下 金鐘迷你劇集男配角獎 卻上人數更直線飆升 粉絲人數飆破50萬 他也大方PO出抽獎文 馬上有粉絲留言 許願想跟柯震東 一起去看周杰倫的演唱會 有看到有人跟許願周杰倫的演唱會嗎 那個這個方面 我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有多少的能力對對對 那就是還在看大家的 什麼東西比較方便 對比較方便 然後也是我能力範圍可以達到的 幾乎太難了 就連周董好麻吉阿KEN 也拿不到特權票 我女兒說 那你可以幫我問KEN叔叔 有救別人的票嗎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快瘋了快瘋了 說那個票好像聽說都要廢掉耶 一百七十張 一百七十張 那如果說有廢掉的話 不如再我們再把它活化一下 再變活票 是不是也有可能性對不對 無奈門票作廢好可惜 五月天阿信也哀嚎沒搶到票 更幽默的說正在考慮演唱 說好不哭等大量周世情歌 來安慰大家 周董也貼出笑臉符號留言 真的要唱喔不能騙喔 吸引大批粉絲喬碗 天團與天王合體 明星文陳靜仲厚宇 台北報導 更多精采新聞 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